2月1号就是新国会正副院长选举 拥有八席关键少数的民众党态度也备受关注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天亲自主持完党团全会 表态不管蓝绿正副院长候选人只要肯来党团沟通 就会接待他们进一步讨论理念 也下了军令状一定要团进团出 如果立委跑票就会开除党籍 对此蓝绿院长人选韩国瑜游锡坤都接连表态 愿意前往拜访沟通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礼拜五一早变身风一般的男子 骑着U-bike到立法院主持党团成会 哎呦现在第一次讨论吧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会议对于下周的国会龙头战 民众党在出招 我们希望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所谓的院长的候选人 院长副院长候选人就直接到我们党团来 当然我们还是闭门会议 我们绝对不会搞像那个军月这样媒体在那里现场直播 邀请蓝绿立院龙头候选人来党团座谈 但全出国民党的院长人选韩国瑜频频邀约见面 两个人这几天会合体吗 市下见面你看 到底里面谈了什么增加太多想象的空间了 对我个人来讲会变成困扰 每天接到很多你不想接到的电话叫关键少数 准立委黄国昌先前表明 个人议院副院长不会投给蔡奇昌 但一定尊重党团决定 柯主席也对团进团出下军令状 这种重大投票没有团进团出 抓到一次就开除党籍 你的立委资格就没有了 我个人的意见 我会跟主席跟党团的成员清楚的表达 跟刚刚主席所宣示的团进团出 没有违背 蓝绿院长人选 欣然接受这座谈会邀请纷纷递出橄榄枝 如果正式 我受到正式推荐成为民进党推荐的院长候选人 只要他们欢迎我去的我会去拜票 韩国瑜也发文 愿意释放最大诚意 前往拜访沟通 在野伙伴寻求团队合作 蓝绿白在国会龙头这局到底会怎么合 下周就有答案 这张同位陈台北采访报道